各位长官以及媒体朋友大家早 那今天由疾管署这边来说明中国呼吸道疾病疫情的现况 以及疾管署这边的应处作为请下一张 那这一波中国疫情受到外界关注主要是源于上周 世卫的罕见的市井以及公开发表声明 要求中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那后续根据中国以及世卫陆续提供的资料看起来呢 中国的疫情是自上半年其实就有这个五月份开始 梅浆菌上升的一个情形主要以儿童为主 那十月份开始则是以多病源的这个状况 各种病毒包括流感腺病毒新冠等在内的一个疫情上升 那不同年龄层也有不同的这个主要的病源体 目前累计起来大概至少有七种的这个呼吸道的病源 在对岸这波疫情当中有占主要的部分 所以世卫是强调说这个因为随着对岸的疫情 还在发展然后气温下降 呼吁说持续来监控这个中国疫情后续的一些变化 请看下一张 虽然说对岸目前这个病源体公布的情形都是已知的这个病源体 并没有未知或不寻常的病源体 不过我国还是加强国内的监测 目前在这个国内内流感就诊的情形来讲 自九月中之后是连续七周的下降 我们并没有向对岸有这个攀升或激增的情形 然后另外在新冠疫情部分目前也是处于低点 请看下一张 另外外界所关心的这个梅浆菌的部分 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说 梅浆菌事实上在国内呢是一年四季长年都会出现的这个病源体 特别是在这个五岁以上的小朋友 也就是学龄前的这个儿童跟学童为主 那我们国内呢 事实上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橘色这条线 在去年跟前年呢 事实上都有一些疫情的这个流行 在梅浆菌的这个部分 今年是红色这条线 事实上相对来讲是低于往年 以目前的这个就诊人次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仅低于这个低于去年 也低于2019跟2020年 所以目前的这个疫情事实上是处于相对低点 处于一个低度流行的情形 请看下一张 那也外界关注说 关于梅浆菌治疗的这个抗生素用药 那我们食药署这边呢 针对这个药品的可能一些库存跟储存的储备的部分呢 已经透过了增加原厂输入 以及这个学民要大量生产的部分来做应急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在医疗院所的使用来讲 应该是都不需要特别担心的 请看下一张 所以就这个疫情的部分 国内目前的呼吸道疾病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平稳下降的一个情形 那不管是类流感 新冠或者是梅浆菌 目前都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点的一个情形 请看下一张 那针对这一波中国呼吸道疫情的上升 我们已经在本周呢 就是增强这个机场港口 这边的这个戒备 那针对这个机场的防疫措施呢 都已经在提升 那其中特别跟大家报告的呢 是本周开始实行的一个所谓机场定点监测 然后鼓励裁检的一个措施 我们是针对这个有非中港澳国际航线的这个四个国内的机场呢 国际机场 然后开始提供这个鼓励性的这个採检的服务 那所以就是从中港澳这边入境的旅客呢 我们会来这个有类流感症状到我们检疫站这边 被我们所拦检或者是主动来的这个旅客的话 我们会提供这个鼓励性的这个採检的服务 那我们从这个本周日开始执行到现在的前三日呢 看起来就是说有35位的这个旅客呢 有接受这样的一个鼓励性的採检 那据现在预新检出的这个情形来看的话呢 是以流感为主 有检出四位 另外在这个新冠病毒 腺病毒跟鼻病毒的部分呢 分别都有两位是这个阳性 目前并没有检出梅浆菌 或者其他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呼吸道病源 那我们的这个採检呢 是会去送验17种这个呼吸道的病源体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来确认就是说 这个流行的这个病源体 在我们机场这边 那个所各类病源所占的一个比例 作为一个定点监测的一个工具 请看下一张 那针对这个农历春节 可能两岸的人流会增加 我们也预作了一些准备的计划 包括就是说会提升 这一个我们对上呼吸道 传染病监测的一个效能 另外我们针对这个药剂的储备 物资的这个储备 以及医疗院所的这个动员等等 也都已经在提高这一个可进性的部分 来展开规划 那以避免就是说医院的急诊呢 在这个春节期间 会出现一个拥塞 影响紧急医疗量等的一个情形 那最主要呢 还是透过频繁跟这个有效的 这个分众宣导来提醒 就是要前往中国 或从中国来台的这个民众呢 要注意这个关于症状 以及如何做好自我防护的这个部分 请看下一张 所以结论就是说 中国目前的疫情呢 预期还是会持续的上升 我会密切监控 但是国内的疫情 事实上是处于下降 跟低点的一个情形 包括梅将军在内呢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药物整备 目前都是一个 一个处于一个准备充分的状况 请大家不需要担心 那因应这个春节的这个疫情 我们已经开始做 各项的这个整备工作 也会强化这个疫情的沟通宣导 国人的部分在这段期间 如果是属于免疫力比较弱的 像是长者或者是幼儿的话 我们建议说 因为对外目前的医疗量能比较紧绷 建议说在这段期间 避免非必要的中国的这个前往 以免说在当地 如果出现症状的话呢 这个就医可能会有点困难 那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呢 不管是国内的国人 或者是要前往中国的国人 都可以在冬季这个期间呢 接种流感跟新冠的疫苗 来增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 那我们持续针对机场港口 这边全面提升戒备 然后来增加这个 我们对于中国呼吸道疫情的监测 以及就是说可以提升国人的警觉心 以上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